香港明星很多狗仔队也很多狗仔队呢 专门侵犯明星的隐私 那么对此呢 香港隐私专员公署这两天首开先例 判定了三个偷拍的狗仔违法 消息传出超呢 演艺圈一片大声叫好 其中郭富城就说 他曾经被偷拍了一个月 到现在心里还有阴影 穿上贴身西装 郭富城当起超级模特儿 公开场合媒体爱拍就拍 不过在最私密的家里被偷拍一个月 郭富城现在想到还会怕 我在自己的游泳池里面游泳 然后有一个野食杂志 然后就在我家距离大概200公尺以外的 就租了一个房间 然后一个月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也有阴影 因为之前拍了我在游泳池游泳的时候 幸好我穿着游泳裤 最近香港TVB艺人 黄宗泽被勾在队拍了裸照 王浩信跟陈自瑶的亲密行为 也在长镜头下全都漏 三个人气得投诉 私隐专员工属终于开闸 裁定两本杂志违反一次条例 香港狗仔队恒行 明明个人隐私跟公众利益无关 艺人却保受追逐之苦 现在终于有司法主持公道 给狗仔一个教训 总理新闻综合报道